欢迎来到电影视频室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摔跤家族的故事 今天为大家点评《铁爪》 以下电影画面由A24 Films提供 德州一个摔跤家庭 在前摔跤手Fritz Von Erich的栽培下 四个儿子陆续踏入专业摔跤圈 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Kevin心地善良 一心其实只想跟他的弟弟们一起 下来的Carrie原本训练参加奥运 但是因为美国贝格在当时的苏联举行的奥运 失去参加奥运的机会 在父亲鼓励下在摔跤圈发展 年纪排第三的David在台上和镜头前端自然 让他成为兄弟中的发言人 也被父亲选为角逐摔跤冠军的代表 第四个儿子Mike喜欢玩音乐 对摔跤完全没有兴趣 这四个兄弟在摔跤界中是有名气的家族 从大哥的口中家庭似乎被诅咒 三弟虽然是父亲的最爱 但是健康问题令他在一次出国比赛时死去 接替的二弟也因为有酗酒问题 纵然获得摔跤冠军 也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四弟则因为受不了父亲施语的压力而离开 大哥Kevin虽然结婚生子 但却也害怕后代摆脱不了家庭诅咒 甚至要孩子跟妻子的性 而Kevin也是这个家庭的灵魂人物 从他的眼中感受家庭经历的喜怒哀乐 电影根据真人事迹改编 摔跤界中确实有这个Venaric家族 这个家庭也确实经历电影中叙述的种种事件 对摔跤这个表演多过体育的活动 有兴趣的观众 有重温回味当年的机会 而演员当中 演大哥的Zach Efron特别突出 除了把自己的身体转型之外 他也是这部电影的灵魂人物 从他带有慈祥的眼光中感受家庭的遭遇 叫人在观赏影片的同时 不禁对这个家庭的故事感叹 铁爪 The Iron Claw 带观众了解摔跤台下聚光灯以外 选手的生活 满分五分钟得四分值得强力推荐 电影目前在湾区各地戏员上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